搞不好夢多是一個很硬的人 剪一下手機 還是我要丟肥皂 等一下 等一下 很硬 而且東西卡住 什麼東西 就是 關節 肥皂就要看啊 攝護線 攝護線 那個生病啊 我超多 我超級多 比如說像我剛剛其實才從復健師那裡回來 因為我現在固定都有在復健 那像我們昨天出外景 也是要爬那種繩索什麼的 昨天回來之後就昏睡 然後到早上起來就不舒服 昨天就是到一個秘境 妳不知道我們這多快要爬山 昨天就是 有一個神秘嘉賓來 時尚玩家這樣 然後我女兒就來探班 第一次來探班 就跟著我爬山 她下來就說 然後昨天一上去 那個神秘嘉賓就說 欸 Emma 小心喔 因為上面有仙人掌 就是一個很詭異的地方 然後上面有仙人掌 剛講完她轉身又被仙人掌渣 下來幫我罵了說 以後妳說在台北 就算在台北再進我 都不要去探班了 氣死了 運動傷害一定會有啊 以前也是運動員 所以我有很多運動傷害 都其實要靠皮特體式來拉 我的傷害是比較沒有救啦 我想說 結果也沒長 哎呀 真的很傷心 那個機器可以一直這樣切嗎 一直拉 搞不好 不小心拉了一公分喔 但夢多來我們叫她進來 一身那麼壯 但是柔軟度到底好不好 搞不好夢多是一個很硬的人 撿一下手機 還是我要丟肥皂 等一下 等一下 很硬 而且東西卡住 什麼東西 對 就是 關節 關節 我的關節的靠子 是是是 那有多肥大就要看啊 攝護腺 攝護腺 那個生病啊 彎一下你汗流的這樣 不是 外面太熱了 你們想要看斗大的汗珠嗎 來 再見 看你柔軟度 能不難嗎你 看起來很慢 哎 我看起來很慢 不要說看起來喔 我實際上就是 你玩 這種都是打妹不及格啦 那主要是說我看到你的汗 你們這裡冷氣是不開的是不是 你只是彎腰一次 喔 彎腰一次 不是 我跟你講 旁邊已經有水冷 是啊 你要講 而且他看到鮪魚之後 就放潮紅 興奮 興奮 充許 打妹 那你又被酸泥那個 說你我肚子上有紋路那些 哎呦 這個其實我根本也沒有 不會太在意 因為在意我就不會PO那些照片嘛 對啊 我覺得每個人 本來每一個那個視覺效果 我看起來他本來就不太一樣 那我覺得對我來說 這就是一個印記啊 而且加上我 胖又瘦 然後又生小孩 沒有紋路 不才奇怪嘛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我還好啦 沒有什麼 所以你看追求的反而是柔軟度 我覺得柔軟度很重要 因為我就是那一種 運動完不太放鬆 我每次都在背負件事嘛 然後每個禮拜都要花錢給他修理啊 很貴 而且因為他不是那種民俗療 他是真的執照的 對 很貴 但因為最近我女兒也是 他駝背很嚴重 然後復健師也就說 他要去練肌肉 因為現在少女這邊都沒肌肉嘛 然後我就好要跟著他 陪他練皮拉底絲 也是 至少瑜伽我覺得他比較能接受 他那個是不是蠻像 就最近的 長大比較像的 他臉長太大了 對啊 每天都在那邊 然後昨天晚上我們回到家 因為他不是陪我出外籍 然後回到家之後 他就說那我們來看那個 一個人的系列 就之前創意油管不是有拍 我們兩個人 然後我們就在看 我就說你小時候真的好艱難 好可愛喔 然後他就轉頭問我說 所以現在就是什麼意思 我說你現在就是不太好聊天啦 然後就長大你知道 要做什麼 然後我就說 不要 你去補身嗎 對啊 你看他剛才 我們兩個其實一起去復健 然後我就說 那你就 我今天開幕就來啊 不要 我要回家 爭執不太會啊 因為他根本不理你啊 對啊 他根本不會你尿尿 不要再駝背 然後他就這樣默默的 男友 現在沒有 他現在全新就是放在BTS真正 他現在目前的煩惱 就是去美國怕賽車 就是說你每天工作那麼累 回到家 聽到他的少女的煩惱 真的是一肚子 父親節要到了 就是有沒有今年想要怎麼回 因為今年父親節剛好 是我要飛的那一天 對啊 所以那因為也剛好 前兩天 8月5號是我媽媽生日嘛 所以我們就一起這樣 那天還在問說 爸爸父親節生日 父親節你要送什麼 還是媽媽生日要送什麼 所以我不曉得耶 反正就是包個紅包 請吃個飯這樣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所以說 嗯 感谢观看